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遇者离婚之后只有10%的人和第三者结婚 其中80%的男性和外遇的第三者结婚后会感到后悔 在电影《消失的爱人》中有这样一句话 爱应该有着诸多的条件和限制 爱需要双方无时无刻保持完美状态 无条件的爱是一种散漫无际的爱 正如大家眼见的那样 散漫无际的爱是一场灾难 在激情消退后的婚姻中 娶了第三者的男人们 真的觉得婚姻就是一场灾难吗 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与第三者结合 的确是不顾后果的冲动 张先生 35岁 公私职员 我喜欢社交 每逢周末 一定会约上几个朋友 去唱歌 钓鱼 或者喝酒吃饭 跟现任就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 当时 我已经结婚快十年 孩子也已经上四年级了 前妻一直不喜欢在外面吃吃喝喝的 她总觉得 我在浪费时间 再加上闺女出生后 她一心扑在孩子身上 我们俩的交流就越来越少 在饭局上遇到现任 当时我逞能跟朋友打赌喝酒 眼看着我输了 只能认赌服输 喝完一箱啤酒 现任看着我面红耳赤 倔强地要把整箱啤酒喝完 她心神一动 站起来 把剩下的半箱酒 一瓶接一瓶地帮我喝 之后 每逢周末 我俩都约出去玩 我觉得终于有人能跟我聊到一块了 最后 被前妻发现我出轨 她一不哭闹 二不上吊 坚决离婚 但是把闺女留给我 两套房子 她分走了一套 离婚挺顺利 我很高兴 转天就跟现任领了结婚证 周末终于可以不用偷偷摸摸地约会了 想想我就开心地合不拢嘴 没过多久 麻烦就来了 闺女考试不及格 班主任三番五次地找我谈话 我就给孩子报了补习班 周末要求现任陪着孩子去上课 现任玩性很大 根本不想管孩子 经常把孩子放在补习班就不管了 孩子下了课 见没人接自己 就赌气自己回他妈妈那了 我好几次数落现任 太不负责任 他冷冷地笑话我 负责任就不会取第三者了 现在我每天的生活简直就是鸡飞狗跳 闺女是亲生的 我不能不管 可是现任又不愿意帮我 此时真觉得当初离婚太草率了 我是第三者跨越阶层的跳板 赵先生 43岁 房产中介老板 我是农村出来的 为了多挣钱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 再加上结婚早 前妻和孩子都得养 所以经常干活跟拼命似的 没想到 这股拼命三郎的镜头 反倒让我遇到了贵人 给我一个房产销售的活干 好不容易抓到机会 我是豁出命地卖房子 房产十年发展黄金期 再加上我干活拼命 所以成了金牌销售 攒了一大笔钱 然后我就和几个同事辞职 合伙开了个房产中介 等生意走上正轨 我就把前妻接到身边生活 但是除了做饭 洗衣服这些家务活 前妻什么忙也帮不上 现任是我公司的会计 话不多 却很精明 眼睛里总闪着不甘的眼神 我很欣赏这种眼神 仿佛跟我是同类 一来二去 我俩就好上了 每天下了班 我总是等着她 算完最后一笔账 跟她一起走 开车到饭店 一边吃着精美的佳肴 一边听她给我讲 店里面账面上的情况 我既安心又温暖 后来现任怀了我的孩子 她也不要求什么 我觉得得给她一个交代 于是跟前妻提出离婚 前妻一哭二闹三上吊 但是她越闹 我反而越嫌弃她 最后我补偿给前妻一大笔钱 儿子归前妻抚养 我每月出抚养费到二十岁 跟现任结婚我才知道 原来现任跟我怀孕时 还没有跟她的前任离婚 别看现任 只是个中专毕业的小会计 她的前任竟是个名校高材生 不知道她用什么手段 让大学霸看上了自己 但是前任对婚后 按部就班的生活 规规矩矩地花死工资 一点都不满意 她想要更好的 于是她坚定地摆脱了前夫 重新走上职场 现在 现任跟我的孩子 也快十岁了 我的公司 有了十几家连锁门店 已经不用现任在辛苦管账了 她只要逛街做美容 买买买就可以了 嫁给我 她说 这是她想要的 现任的女儿已经大了 智商遗传了她学霸老爸的基因 学习成绩很好 现任打算 把女儿送到国外最好的大学读书 这学费得我出 我怎么想 怎么都觉得 自己是个冤大头呢 爱虽美好 却抵不过不愿牺牲的冷酷 常先生 48岁 音乐制作人 我的现任是一名歌手 他第一次试音时 我就知道 我们是天作之河 他性感冷艳 声线柔美细腻 形象上符合都市女性的冷漠 声音上又能表现出 都市女性在爱情里的欲罢不能 她的形象 她的声音 都特别适合我创作的情歌 没过多久 我和现任一起参与制作插曲的电影获奖 她也把这首插曲中 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 无助的内心感受 演绎得淋漓尽致 与其说是她演绎 不如说是我完全按照她的声线与气质 音区过度的习惯 真假声转换的方式 创作了这首歌曲 听着大街小巷传唱这首歌 我就会想起 她在录音棚录音时 隔着厚厚的玻璃 望向我的深情双眸 我隐隐地感觉到 她对我动情了 很多事就是这样自然 感情也是 我们一次比一次合作得完美 也一点一点地靠近彼此 当我们最后明了对方的心意时 我激动地像初恋的小伙子 搂着她傻傻地笑 我前妻知道后 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了一句话 出轨这种事 当事人要各打五十大板 谁也别推卸责任 然后跟我离婚了 我和现任凤子成婚 他又给我生了个女儿 我本以为 我们俩这天作之河 会长长久久 没想到 婚后我们俩因为 各自发展目标的不同 选择了不同的城市 都说距离产生美 刚开始 我还觉得这句话有道理 我们俩隔个十天半月 见一面 如新婚燕耳 非常甜蜜 但是时间一长 就觉得很疲惫 总想在一起时间长一些 可是我们谁也不愿意 为了对方的事业 而做出牺牲 于是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我在一个北方城市 接到了从温暖的南方 寄来的离婚协议书 处于事业低潮期的我 第一次品尝到了 人生的苦果 我默默地擦干眼泪 千毫字 和上笔 走出了房间 北方的冬天 冷风吹透了我的衣裳 我感到刺骨的冷 心理学上 有个颗粒枝效应 科学家把一只公鼠 和四五只母鼠 放到封闭的盒子里 公鼠马上会和 所有母鼠亲密 这时尽管母鼠会继续叫 公鼠不会再有响应 然而如果放入新的母鼠 公鼠会再次警醒 兴奋不已 这种现象 在被测试的每一种 哺乳类动物身上 都有体现 雄性动物 会对单一雌性动物厌倦 引入新的异性 它们才表现得更高亢持久 不难看出 引发颗粒之效应的 一个因素 就是新奇 现实生活中 一对男女步入婚姻两三年后 双方的亲密关系 基本稳定 激情渐渐消退 在出轨者看来 婚姻就如一潭死水 毫无新奇可言 第三者 就如落入潭水中的一颗石子 激起的涟漪 足以引起出轨者的兴奋 为了寻求刺激 新奇新鲜 男人会大胆出轨 而与第三者的每一次接触 又是一场刺激的冒险之旅 既担心被人发现 又心存侥幸 得手后 又会洋洋得意 不能自拔 有的婚内出轨 并与第三者结婚的男人 觉得自己是飞蛾扑火 为爱豁出一切 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他可能是上段婚姻中 最不愿意付出 最不愿意改变的 有种男人觉得 娶回家的妻子 就应该兼有保姆和情人 两种功能 既要求女人出的厅堂 入的厨房 还要带娃是好手 调情是高手 但凡哪一点做不到 就会厌烦 跑出家门寻找理想性 他们自私 缺乏责任感 在原生家庭中 是小皇帝 这种男人是长不大的巨婴 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中心 以为婚姻关系中 自己也应该是中心 但凡有一点不满意 都会成为他出轨的理由 也有男人会把第三者 当作自己炫耀的资本 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 用女人来衬托和点缀自己的成功 用自己能吸引多少女人 来证明作为雄性的能力不减 用利益绑架婚姻的男人 即使与第三者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也是以利益为前提 他们获得每一次利益的背后 都有可能藏着一个心碎的女人 利益在 关系在 利益消失 关系就消失 幸福是建立在 婚姻双方都获利的基础上 一旦某一方不再带来利益 幸福转瞬即逝 与第三者结合的人 会有一种错觉 认为第三者才是真爱 因为第三者需要自己 理解自己 体谅自己 欣赏自己 能对自己的期许 做出回应 能够为了爱而有所牺牲 其实 这种感觉 跟上一段婚姻开始时 不是一样的吗 恋爱中的幸福感 是激情 新鲜 好奇 占有和满足 但是一旦进入婚姻 爱情就需要在柴米油盐的 俗世烟尘里 不断过招 用相互欣赏 相互理解 化解招式中的力道 一旦没有化解 就会让自己或对方 泯灭在 埋怨 嫌弃中 找寻不到婚姻的意义 即使第三者 也不例外 那些不能好好经营一段婚姻 对爱人背叛的人 想在一段新的亲密关系中 证明自己 就要拿出双倍 甚至更多的勇气 意志力 去克制自己再次出轨的冲动 因为无论是谁 婚姻中的感情进程 和相处模式都差不多 差别只在于 你是否真的用心 经营婚姻了 结了婚 谁也不要指望 一劳永逸 学会经营婚姻 才是每个渴望爱的人 一生都要学习的内容 婚姻不易 且行 且珍惜 这篇文章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守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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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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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